1.5大上分神鎮 哈囉大家好 我是溫里 剛剛介紹的14.9米5大上分神鎮後呢 今天我來介紹的就是征服排行榜 這次影片是我和我們DOC的精英副隊長 懷疑熊共同製作的 歡迎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他的Twitch頻道 甚至他也是有經營YouTube頻道的 而這個內容我們有第一時間分享給會員們收看 如果你有想要收到這類的攻略 都歡迎用稍稍的75元加會員收看 台運算有限其實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也有提供很多免費的戰棋資訊給大家 例如說你可以加入AV的社團一起討論戰棋 或是你點擊下方的資訊欄 就可以看到聯盟戰棋的圖文攻略專區了 在本部影片按讚加留言 還能夠再抽聯盟英雄壓您一個 好 馬上進入主題 首先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金色的真輔 第一名是護根 這個可以說是賭納爾跟進爪的最愛 而且這號陣容也是版本少數清流的二費賭陣 開局你就可以去疊血 後勤疊的血量越高 當然就越具備吃劫的實力 那吃分率對比吃劫率是稍嫌低一點 主要是因為現在木齡命定的體系相當的熱門 因此進爪是比較難打到三星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可能6等有去刷到星朵拉這張牌 那你也有機會考慮就是三星納爾之後呢 選擇說偏上比較音樂的這種法 反正你的這個納爾都已經三星了嘛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直接把他轉成木齡星朵拉的體系 然後變成是納爾雙C的一個套路 護根呢還是比較適合納爾跟進爪毒狗的這種體系 但有些人在玩木齡命定的時候也會拿來用 主要還是要看前期有沒有辦法疊血而定 再來第二名呢要來看到的就是天界轉 天界絕對是上版本的一個強勢陣容 那這版本呢是比較冷門的一個偷分陣喔 由於呢天界的一個調整 現在的天界轉呢是等於一件正常的城裝 甚至有一些人就會覺得 喔他就是屬於吸血類型的裝備 畢竟現在天界的單位呢 就是會有額外的74%的加成 所以你是能夠去吃到物攻啊 雙防的那一些所有的加成 所以當你今天有個二星的達瑞斯 就很容易能夠在前期打出連勝 而且天界對比艾希啊 凱莎還有莫靈命定來說 真的算是已經比較冷門的一個存在了 像久等之後呢 你可以去補上悟空還有瑞空 甚至是栗三卓這位大姐大 還有當你沒有破甲的時候 伊瑞莉亞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你去補上這些無貝卡的時候 是更有吃雞的一個實力 若說今天真的是有足夠數量的裝備呢 天界轉也可以 不給到主C的身上 你可以給到李星啊 瑞空啊這一些負C 收益其實是會更好的 但如果說你今天是主C 真的沒有裝備的一個狀況下 那你直接把天界轉給到你的 看你身上去打節奏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新版本跟舊版本天界的一個理解差異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能夠去開出七天界的話 絕對是避開的 所以現在比較不會像說以前還有這種天界 然後要拚很多的羈絆很多的無費單卡 而是說你今天如果有天界轉的話呢 是可以直接無腦開高 對一般的玩家來說 這個羈絆的搭配呢 可以說是更加的直觀 接著決鬥則轉 熊還有小炮雙三費呢 可以說是目前版本少數能玩的三費毒陣 不過目前最常見的一個打法呢 還是上巴的直接去找到李星這張單卡 甚至如果你有機會的話呢 也可以去找到伊瑞莉亞 補出一個更高的上升 反而呢要去追小炮還有熊 他們來到三星呢 就變成是一個相當順便的一件事情 並不是剛需的 因為現在的李星強度呢 就已經非常的高 而決鬥轉的優勝就在於 前期你可以盡快的去開出四決鬥 還有中期呢 還可以去達到六決鬥 不用在七等的時候 硬刷出一張的李星 拖垮你整體的節奏 因為決鬥這套體系呢 你去打出中期的節奏 維持你整體的一個血量 也是至關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決鬥還有三人組呢 在前期來說是非常強勢的 像說打瑞絲啊 雅速以及金亞娜 都是非常強力的單卡 隨便帶一下李星的鬥士裝呢 就很容易取得連勝 這也是為什麼決鬥轉的數據 反而還比決鬥加賽 這個專屬強化還要來的強勢的主要原因 畢竟你有決鬥轉的話 還能夠去開出8決鬥的一個上升 接著障眼法 他會給予200的血量 以及15%的一個攻速 當已經有足夠的一個陣容質量的時候 就可以去做選擇 例如說你的二星牌比較多 有個什麼二星的達瑞絲啊 二星的蓋倫 二星的希維爾 可以說是一個過度的最佳夥伴 而且後期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的陣容尺也是非常的廣 你不會被這個增幅給綁定陣容 例如說你可以去玩 選擇賽勒斯的體系 95愛希等等的 就是多四費的一個陣容 最好是找那種多C位的一個陣容 而像95的話 你就是可以直接給到 烏迪爾這一類鬥士的角色身上 最大化後期 這個竊賊帶給你的效益 接著第五名呢 就是偷好壯壯壯 這個增幅呢 絕對是凱撒的最佳夥伴 因為他可以直接去吃到 三個血量加成 吃三位英雄的話 你的血量加成就差不多是300血 不要少看這300血的一個加成 這個血量加成呢 可是相當於一個金色的魔控 真的是非常的強大 而且你也可以去考慮玩七仙女 還有吃美菊等等的冷門體系 這個增幅真的是非常的強 試吃分率非常高 甚至你越後期拿呢 他的效益也是會越加的提高 所以最好的一個狀況呢 就是你在三隻二 或是說四隻二 你已經確定整體的一個陣容方向的時候 再去拿會是比較好的 接著要來看到銀色的增幅 第一名是守望相助 這可以說是決鬥者必選的一個增幅 因為他的護盾呢十分契合決鬥需要疊攻速的一個性質 當你疊滿攻速的時候呢 很常你的血量竟然還是滿的 又或者說至少還有一半以上 那這樣是要怎麼舒適吧 所以他就會是決鬥很容易在前期打出連勝的增幅 而且當你打到六決鬥的時候 他還會有一個12%的減傷 這樣你在中期可能還只有一星熊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怕暴斃 能夠輕易的解決決鬥坦度的一個問題 甚至呢他也是可以直接去走 天界看影的體系 因為天界的莫菲特呢 他是會給予雙方的加成 所以如果你今天還有護盾的話 就變成說你這個盾也可以去吃到這雙方的加成 可以說是相當變態的一件事情 而且天界看影呢你也是比較好 就是直接把他堆在前排 這樣就可以最大化守望相助的增幅效益 第二名呢要來看到的就是守望者之友 目前的二費呢比較沒有費卡 除了約瑞克這張牌之外 主要呢也是現在的四費陣體系排中 有蠻多都會是需要去用到一些二費卡 例如說你就算抽到個什麼進爪納爾 還是二薩斯 你其實就算跑去玩四費的影韻陣 他還是有所提升的 可以當作順手追三星的一個策略 而且如果你有抽到一些比較關鍵的單卡 例如說赤妹狙擊的體系嘛 什麼聖啊又或者說三納 又或者說納爾進爪的體系 他們本來就也都可以賭 再來就是真納也都是能賭的 當然如果說你抽到一個自己不會玩的體系 又或者說你覺得他三星了也沒有多少的一個用處 那沒關係其實你可以直接把他賣掉吃錢 所以他是一個不管你過度又或是說追三星 都很好用的一個增幅 接著過重負擔 這個東西呢一再的削弱 削弱了千百遍 這個負擔呢從兩個變成了一個 其實還是沒有太大的一個負擔 主要呢就是因為有一個銀色的增幅叫做急救包 那他掉了50滴血呢才會多一個閃劍而已 而當你今天拿到過重負擔 你其實不必有這麼大的一個血量壓力 而且呢你直接能夠在三階段出就拿到三個閃劍 相比起來呢你就會知道這個銀色的增幅 真的是超級無敵強 這個增幅呢也是我自己看到必拿的一個選項 真的蠻推薦給大家的 再來呢就是神偷尊團 他的誘法呢跟障眼法非常的雷頭 就是可以讓你多一件裝備 那他跟障眼法比起來呢就是少了200的血量 以及15%的一個攻速加成 不過銀色呢只有少這些數值呢是能夠理解的 所以他依然呢是你今天陣容的星級 在一定的水平的時候的一個連勝好夥伴 接著急救包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你需要把生命值疊到50滴血你才會有四個閃劍 這個增幅你可以連敗玩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正常掉血去玩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正常掉血去玩呢 你就是變成在四階段才能夠去拿到這四個閃劍 算是呢過重負擔稍有負擔的版本 雖然說他也在銀色增幅來說是一個超值的戰力 但有的時候會比較容易遇到的狀況是 如果這場遊戲呢 有出現一些關於裝備類的增幅 例如說雅菲利歐好了他就直接給你兩個鐵針 讓你自己在跟對手的裝備差異就會縮小了 變相的是縮小了你的優勢 可以看這種遇到一堆裝備奇遇的狀況 他依舊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再來最後就要來看到彩色的增幅 第一名呢是買步手軟 因為現在14.9名呢 大家應該有觀察到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在捲四廢的陣容 那如何能夠捲的贏 當然就是直接拿一個經濟類型的增幅 也就是直接拿滿滿的鈔票砸下去 讓你能夠贏在氣泡點 這個經濟含量究竟有多超重 我想可能大家沒有很認真的去計算過 所以我這邊幫大家計算了一下 當你今天升到8等 你就會擁有30抽 再加上15塊的一個金錢量 所以你總共可以獲得75塊錢 等於說他是一個不需要賭的混沌召喚 當然啦他也是有他的缺點 就是你前期沒有戰力 比較難去穩定的取得連勝 但是呢你就是有機會能夠在4-1 甚至說有些人還會在偷偷的 什麼3-7的野怪回合直接做啟動搶牌 尤其是當你今天發現 喔好我今天要玩辛朵拉 但是外面有超多疑似 辛朵拉的同行超多疑似 艾希凱撒的同行 那這時候你提前搶牌 就能夠擺脫跟他們捲陣的命運了 但是呢但是這個東西就因為過搶了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勝率遙遙領先 是直接海放了第二名的彩色增幅 只有他一個人能夠達到3點多的一個勝率 真的是非常誇張的一個地步 所以下個版本呢要直接砍 差不多十幾塊的一個金錢量 就是他之後呢只能夠固定的獲得3塊錢 就不會變成是 喔每一回合你都還可以再多獲得1塊的金錢 這個價值呢就是差蠻多的 因為你有時候在前期去多獲得那1塊錢 他不一定只是1塊錢 他那1塊錢還有可能再滾成2塊錢 所以大家且用且珍惜彩色增幅有看到這個 真的就是閉著眼睛拿就對了 接著要來看到的是天界轉 跟前面的金色天界轉其實是差不多的意思啊 只是彩色呢他就是多了一個正義 而正義這件裝備呢也是在天界之中 相當優秀的一件裝 所以可以有效的提升你前期的一個強度 因為我們很常會遇到的一個狀況是 喔我們今天要二星的達瑞斯 但發現哇他好像沒有嗜血 或者說正義 那他的續航能力呢肯定是會下降許多的 所以這件正義就剛好增加了他的穩定性 接著命定轉 命定木靈的體系呢可以說是目前版本最強的陣容之一 而且他前期呢還送了一件日眼這麼優秀的連勝裝備 又剛好命定這套體系呢可以完美的消化這件裝 你就可以直接省去做減療裝的一個麻煩 也因為有這件裝備的關係 所以你在前期呢是比較有機會能夠去打出連勝 又或是說你就可以順著去玩命定木靈的體系 後期的命定轉呢你可以直接給到沙皇的身上 而命定木靈要怎麼玩呢 其實我們之前有分享過這套陣容的一個介紹 這邊也附上一下藍人包圖給大家做參考 基本上呢命定後期的一個連勝 就是你可以簽星朵拉加上阿里 再來地底寶藏 前期呢裝備多你就更好能夠去打出優勢 而你能夠在前期取得連勝 也就代表你其實對於其他人來說是有經濟優勢的 畢竟多贏一場就多給你一塊錢 裝備類的增幅比較需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在前期的時候 盡量去消化你被戰洗的那些裝備 不太能夠去扣裝 找有能夠使用的裝備 就盡量要去把它合成 這樣你就很好在前中期的時候 用裝備數量碾壓你的對手 而且這個增幅的強度可以說是略高於 密法爆發這一種給兩件半裝備類的一個增幅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在比較增幅的一個收益的時候 就是也會把其他同類型的增幅拿出來比較 因為地底寶藏它是直接給六件散裝嘛 雖然說它是慢慢給予的 但你也可以就是邊走邊看 在盒裝備還有觀察其他對手的同時 去慢慢決定自己玩的陣容體系 拿到這個增幅的時候 就比較推薦大家可以去玩四費多C的陣容 例如說艾希 例如說凱莎 甚至說凱銀這樣子的體系也都是相當的契合 接著虧姬星期五 它的強勢原因跟地底寶藏是比較雷同的 而且無盡之力這件裝備在二耳神器之中 也是非常優秀的鬥士裝 只要那裡在前期的鬥士角是有達到二星的 例如說你有二星的達瑞絲 二星的卡莉絲 什麼二星的迪安娜之類的 就能夠達到很好的戰力 在無場戰鬥回合後 你還可以再掏出第二把的一個無盡之力 更是能夠成為無人可擋的狀態 但是你要記得去想好的就是這第二把的無盡之力 你要給到誰的身上 如果說你今天過度的主C還沒有滿裝 你就是給到同一個人身上即可 然後你的後期選證方向就可以去靠往天界凱銀 還有像是李星這類的一個雙鬥士陣容 好那以上的排名是參考Tours的大師數據 而得出的排行榜 由於這些數據每天都會有些微的浮動 所以名次僅供大家參考 也推薦大家可以時時刻刻去留意這些增幅的一個用法 甚至他的勝率 因為我在接教學的時候其實都有發現 就是大家選擇的陣容 可能OHA就是都玩木林命定 又是都玩凱薩的體系 又是說都玩看影的體系 但是大家在前期選擇的增幅 就會存在比較大的一個落差 像是我前幾天在接教學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一個台服的鑽石玩家 他在前期選擇了邪惡藥師這個增幅 當然不知道他是不是沒有增幅可以選了 但這個增幅的效應呢 在前期就是非常差的一個狀態 因為你的角色都還沒有成型 你甚至沒有過多的一個裝備 能夠去把你的吸血量給拉高 你打不出傷害你就不會有吸血量 所以呢這個是正相關的關係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在選擇增幅的時候 要嘛呢就是他是一個集戰力 能夠讓我的前期過的比較順遂一點 要嘛呢他就是一個非常強力的後期增幅 通過這些增幅的理解跟選擇 真的是能夠蠻大的去改善玩家的勝率 這也是為什麼我這一集會推出增幅的應用 就是要讓大家對遊戲有更多不同的切入點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的支持收看 掰掰 OK 我5月14號真的會開台 5月14號會有視訊露出 記得來看 預計是 下午4點開 預計